是要很厲害的人等在台上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想過有朝一日鏡 然後會坐在朝一的台上跟大家分享 然後呢 然後呢 我不能按 呦 你拿反了 不好意思啊 謝謝 對 那我現在是在一間新創公司工作 那進到這間新創公司之前呢 我在大學的時候就很喜歡阿嬤阿嬤 然後那早餐另外我們要組成一個團隊叫後夜 為什麼叫後夜 因為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老人是聖地 是萬事的意思 而不是可能我們一問說你想到老人會想到什麼 可能有人說白頭髮脫背 走路很慢 聽不懂 講話重複 就一堆負面的形容詞 可能那時候我們希望為什麼一說到阿嬤阿嬤 不可以想到他們是一座寶藏 他們是很豐富的一本書 或是他們生命經驗很豐富 所以我們決定環島 那為什麼會有一萬塊呢 是因為在環島的時候 我們有幸福或有個尋找感動地圖的計畫 所以你只要把計畫書成交給他們 他們就會給我們一筆金貝 那時候一個團隊一萬塊 我們就為了這一萬塊結了一個計畫 然後那時候的計畫 我們是以阿嬤阿嬤為主題 然後我們環島17天 在路上我們會跟遇到爺爺來搭訕 然後把他們的生命故事一棒一棒的傳接下去 所以那時候我們計畫名稱叫做老伴來接你 那除了在路上搭訕老人家以外 我們有在台灣的東部 南部跟西部各找一些安養院 然後就是做我們的中繼點 然後我們聽到的 然後他們的故事一棒一棒傳下去 那那個時候我們在寫計畫這方面還弱 然後所以我們最後成果書其實寫的 就是寫的很直信 然後沒有寫直信 對,寫的很直信 沒有寫到很量化的部分 所以其實看不出來 我們到底有什麼具體的成效 所以當時候老伴來接力其實是十百經 也不是十百 就後來我們沒有得到禮字或什麼的 可是在這一路上 我們遇到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然後像左邊的這位阿嬤跟這個阿公 是我們一直到今年都還有聯絡 我們是2012的許家圈環島的 然後那個時候這位阿嬤很酷 是他會用那個寫魔的部落格寫他人生故事 然後自從認識了我們以後 他特別去學給弧畢 所以我們在這一路上 都還是有跟他用臉書聯絡 可是很可惜是他前一陣子離開了 然後我們還是在臉書上面知道他的消息 所以我覺得其實科系對阿公阿嬤來說 學習需要花費一段的時間跟精力 可是如果他們全位了跟年輕人的互動 他其實是可以一直保持下來的 然後右邊這兩個是我們當阿嬤去分享的過程 這一位阿公也很可愛 這是我們第一家當阿嬤 然後我只是牽著他的手 叫他一聲阿公 他就哭了 那時候我嚇到 然後後來我去跟旁邊的志工阿姨要錢 他說因為其實他很久沒有看到他的孫女 所以他看到我們這個年輕的小孩叫他 他就覺得他就是想到自己的孫女 所以他流淚 然後那時候我們整個環島結束以後 很重要的心得就是 其實阿公阿嬤最需要的就是陪伴和關係 不管他的經濟背景 或是他的生命經驗如何 他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總是會提到自己的兒子女兒跟他的家的 然後有了這次的經驗之後 因為上一個題話我們輸了 我們後來今年又看到了一個 陪我們六個月六萬塊的比賽 當然要去拿 然後我們的主題還是以阿公阿嬤為主題 然後那時候叫做老伴行動吧 我們到了基隆暖暖的過港社區 我們辦了八週的服務學期的活動 服務學期其實就是帶領像是 國中小孩、國中高中的學生比較常參加 就是我們辦一個團體活動 然後請他們自己去發想 我們有哪些問題 然後自己去想一個解決辦法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以社區為主軸 就是請阿公阿嬤發想說 我們先想看過港社區那些好得到不好的地方 然後我們來發想 遇到問題之後要怎麼去解決 結果這個計畫又是失敗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跟我朋友 我們在這一方面沒有到很熟悉 尤其是我 因為他其實是有上過服務學期相關的課程 我只是覺得這個想法很棒 就又延續了我們老伴來接力的初衷 因為我們相信阿公阿嬤其實是很有潛力 很有改造力跟改變力跟創造力 所以我們應該給他們一個機會 就跟他們一起努力去想辦法 可是在我們帶領活動的時候發現 其實阿公阿嬤他們有他們 就是以前到現在的一個習慣 也沒有好或壞 他們就覺得其實學習 就應該是坐在教室裡面 乖乖的聽老師上課 所以他們不懂為什麼我跟我朋友 一直很開放 說阿公阿嬤我們來討論 我們想想看社區好或不好的地方有哪些 他們覺得你們好像什麼都沒準備好 就叫我來這裡東想西想的 然後所以他那時候 這一堂課的時候 我們被一個阿嬤很嚴厲的 就是很直接的質疑 然後我們當時就 重整了我們這一個的活動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我們檢討 其實是發現說 服務學習也不是一個 我們那時候太想要知識的成果 我們可能很想要急著 那阿公阿嬤想出一個改造社區的計畫或方案 那我們後來把它轉型成 我們想要過一個種子 那阿公阿嬤的心中 那他們有知道這個理念 之後如果他們自己遇到問題的時候 會去解決 這是我們學到的事情 然後到最後 我們要加成果報告的時候 去問阿公阿嬤說 那你覺得我們的辦這個活動 你們喜不喜歡太不開心 我們本來以為會得到 就是還好之類的答案 可是他們的回答是很開心 那我問他們為什麼 其實他們完全沒有在講活動 他們只說因為你們很可愛啊 因為你們很年輕啊 所以又回到一樣的 他們還是很需要年輕人的陪伴跟關係 所以那時候我們什麼都不懂 然後也很笨 我們就是issues 我跟我朋友就是兩個傻子 然後在面試的時候 也有人會問我們說 你覺得你們到底贏在哪裡 或是你們有什麼特色 我覺得是我們就是因為年輕 我們不知道阿公阿嬤到底會做出什麼回答 所以我們去做 反倒是那些什麼在語版科系裡面的老師 他們會覺得說 阿公阿嬤就是這樣 你們這樣可能不會有什麼實質的成果 但是我們就不懂 所以我們去做 那現在呢 我加入了一間新創公司 也很幸運 那是以高齡者為服務對象的新創公司 而且我們才剛成立但很多 所以我也算是和新創個人一員 然後為什麼又是一次任性的選擇 因為是新創公司 我第一個月是沒有領薪水的 然後我的父母也很反對 然後到現在我的薪水是低於22K 可是我還是很願意投入去做 因為那時候 我在面試的時候 我們問我老闆的問題 你覺得阿公阿嬤需要什麼 他說陪伴不關心 那就是我要的答案 所以我們的產品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想要 因為他們也當過一些3D事工 然後發現阿公阿嬤其實最想要學的就是視訊 可是我們不想再跟以前一樣 丟給他們智慧型手機或平板 因為對他們來說 那是一種新科技 可是對一些部分阿公阿嬤來說 因為他們需要花費一段時間跟精力 所以我們想要從他們 本來就很熟悉的科技產品出發 阿公阿嬤在家最常做的就是看電視 然後他們轉遙控器也轉得比誰都立開 所以我們的食物 我們下面有軟硬體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就是有一個類似機上盒跟一支遙控器 然後機上盒上面有視訊鏡頭 装在你家電視上之後 這個電視不會有任何改變 那一個碰切的部分呢 怎麼操作 當阿公阿嬤想要看看我們小孩的時候 他就轉台 然後轉到一個視訊官號台 撥打之後 小孩那一段就是用手機接聽 所以阿公阿嬤就可以直接在電視上面看到 派出的孫子 可愛的孫女 那小孩那一段就是用手機的App 就可以接聽這通電話 所以當小孩子想要打電話給阿公阿嬤的時候 他還是拿起手機的App 撥打電話 然後阿公阿嬤在看電視的時候就會看到視窗 然後他可以自主的選擇 要接或不接受通電話 因為其實 因為有一些阿公阿嬤都會說 有小孩子就在家裡裝監視器 雖然說是關係 那阿公阿嬤在家裡處理不外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注重人權 所以我們會讓他自主的選擇 要把他接受通電話 所以沒有來 對 所以其實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其實是北部的公司 我們進入在台大育城中心 那我現在會人在高雄是因為 就是我很認心 我想要翻出家裡來處 然後我老闆也答應了 而且我們之前有在一些南部 就是認識一些民法相關科系的老師 然後南部人其實比較熱情 很願意給我們一些很多合作機會 所以我現在會短期的進入在這裡 那這裡的意思就是我在打扣 就是我現在是在外面的共同工作空間 所以其實大家一到日 我都會要在上班 因為我要省房租的變廢 對 然後所以其實我就是 從大學的時候就很 就發現自己對高零德興趣 然後我也很興趣 現在又進到一家 以這個為服務對象的工夫 然後我們就是希望可以 用簡易的科技產品 然後讓阿公阿嬤能夠零學習 就把他學習曲線交到最低 從他們最熟識的陽光器出發 那他們只要會長陽光器 就能過通視訊電話 給想見的家人跟朋友小孩 解決他們的心理需求 然後讓阿公阿嬤過的困惑 是我們想做事 也是我真的很想做事 然後最後回到主題 就是我其實真的也沒有很厲害 我只是為了公司 所以才上來教學在那邊講話 可是我覺得我就是 見了這家信套公司 我選到很多很多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謝謝大家 來享受我的分享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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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